今天各位学员大家好 下面让我们来讲解肾脏疾病这一节中的肾肿瘤疾病 我们首先来学习肾细胞癌 肾细胞癌它的病理啊 它又称肾癌 它分为透明细胞型 颗粒细胞型和微分化型三种 它有这三种病理类型 它起源于肾食指 有甲胞膜 呈分叶状 肾寝入肾静脉形成癌栓 也可以呢 直接向周围组织寝润 它多发生于一侧肾 少数为双侧 多一侧少数为双侧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我们看它的临床表现肾细胞癌 早期呢 它没有明显的症状 一般患者都没有 早期都发现的很少 它一般是以无痛性 肉眼血尿是早期信号 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无痛性 肉眼血尿 或在超生检查的时候发现 位于肾边缘 向外生长的癌肿出现血尿 是脚腕的 通常这个是偏腕的时候 肿块长得比较大 秦帆范围比较广的时候 它才出现血尿 因为它的位置决定的啊 甚至呢 不出现血尿 总体来讲 肾肿瘤 肾细胞癌 它的临床表现就是 间歇性的 无痛血尿 腹部的包块 腹部有个占用性包块 还有腰痛 以这三种为主 好 我们下面重点学习一下 肾癌的身相图 肾食指内发现异常回声 可向身外突起 并且挤压肾痘 我们看图像啊 有一个占位性的 这么实性的包块 向外突起 小肾癌通常呈圆球状 或者椭圆球状 病变处的肾结构 是不清楚的 结构比较紊乱的 看图像不难理解啊 两到三厘米直径的小肿瘤 有时是呈高回声区 四到五厘米的中等肿瘤呢 多呈低回声区 巨大肿瘤内部呈不均匀的回声区 小肾癌边界是清楚的 大肾癌边界浅轻 长成分叶状 因为当这个占位性病用造啊 肿瘤长得特别大的时候 它内部的营养和血管 一定是跟不上的 所以说呢 它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应的 缺血坏死表现 它里面的回声多成不均匀 好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血流 CDFI 肾癌的周边呢 彩色血流是非常丰富的啊 肿瘤内部多能显示较丰富 而且分布 是非常不规则的这个血流信号 但是少数的肿瘤内部呢 血流也可以发生这种非常少的表现 也就是说肾癌的血流并不是绝对的 绝对丰富的 有的病灶是可以血共较少 通常较大的肿瘤内部血流信号不丰富 多表现为兴点状 它和我们常规理解的啊 反而是相反的 就是说大病灶内 大家认识一下啊 大病灶内 它的血共往往还是不丰富的 兴点状表现 而小病灶内呢 相对丰富 可称爆球状表现 我们看图像啊 这是一个肾癌的 一个CDFI的生像图 我们看到这个爆球状 这个病灶周边 成这种环绕 环绕于病灶的这种血流信号 非常的明显啊 这种爆球感 好我们来看几幅生像图 呃 这个第一幅图就是肾上的一个 站位性的实行病灶 我们病理诊断 它就是肾癌 我们看到这个肾中下肌 有这么大一个团块性的病灶 低回声 内部回声不均 里面可以探紧到这种小的无回声区 就是有缺血坏死的这种表现 然后呢 因为它的站位性效应啊 它的上方的这个渗展 是不张的 有积水表现 我们打CDFI 可以看到这种爆球感的血流信号 就是说在这个肿块周边 有这种环状的血流信号包扰 爆球感明显 我们这幅图呢 也是 这幅图是在肾的中下肌 食指上 探紧到这么一个脚大的团块状 回声 内部的回声不均 局部有这种分叶感 分叶状的表现啊 它内部的回声呢 也有这种无回声区 然后它的站位效应很明显啊 局部有外突的这种表现 它外突感相对低幅图 是明显一些 然后它的压迫症状 也是导致了这个上阻伸展 和下阻伸展的轻微积水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啊 然后打CDFI 血流信号 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环状的爆球感 我们看到 打它的PW频谱呢 我们看到这个阻力还是偏高的 通常呢 肾癌可以有肾经脉 下腔经脉癌栓 肾门淋巴结肿大 这些表现啊 它可以伴随着这些表现 肾癌累积肾经脉时呢 肾经脉是增宽的 腔内有食指性的低回声 这说明肾经脉内有癌栓病灶啊 累积下腔经脉时呢 自肾经脉入口 向心脏方向的下腔经脉内 可以出现癌栓状的 癌栓的低回声病灶 肾经脉入口以前的下腔经脉 可以发生血栓 也就是说这个 当它侵及 这个肾经脉或者下腔经脉的时候 静脉管桥内的低回声 可以是血栓 也可以是癌栓 这个是要需要鉴别一下的啊 有的时候 彩色多普乐超声检查 可以探计到 肾经脉和下腔经脉 血流受阻的表现 血流速度减慢或者中断 癌栓内呢 可以有不规则的血流信号和动脉频谱 这是癌栓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癌栓内可以探计到血流信号 而且呢 还可以发现动脉的血流信号 频谱也可以侧击 相应的发生癌栓的时候呢 管腔的内径一定是 管腔内一定是 呃 变窄 内径 呃 狭窄的表现 所以说有相应的这个血流速度减慢啊 或者中断的这种表现 好 我们看示意图 这幅图呢 是左肾的上级 有一个巨大的这个 呃 肾癌的这么一个肿块 非常的大啊 外图明显 内部回声不均 然后我们看到 右幅图就是它伴随的 左肾肿瘤 伴下腔静脉 拴塞 也就是说这个下腔静脉 我们可以看到啊 阶段性的明显的内径增宽 而且管腔内 充填这种低回声病灶 这个病灶回声 也显示的不太均匀啊 内部回声不是特别均匀 内部的管腔 局部的狭窄 甚至是B4I表现 非常的明显啊 这个下腔静脉 好 我们下面做些西题 补充一下知识点 肾细胞癌 典型的身上头特征是什么 A 肾内圆形 椭圆形 蘸位性病灶 常向肾表面隆起 B 内部回声不均 常有液化坏死区 C 血流信号 异常丰富 D 常伴 肾余 局限性积水 E 后腹膜 淋巴结肿大 我们选择A 因为它的直接表现啊 直接真相 也就是肾内 这种 蘸位性病灶 圆形或者椭圆形 粉叶状 向肾表面隆起 这是它的最典型的肾上头特征 超声诊断肾细胞癌的直接真相是什么 我们看 这五个选项 他问的还是直接正相 也就是说典型特征 我们依然选择A 我们回忆一下它的血流啊 肾癌的血流呢 是周边血流丰富 内部多显示较丰富 而且分布不规则的血流信号 但是呢 少数的 这个肿瘤内部 血流可以是甚少的表现啊 血功并不丰富 通常呢 它和我们常规理解的是有区别的 就是说 较大的冰灶内 通常血功不是特别丰富 星点状表现 而较小的冰灶内呢 反而血功相对丰富 爆球感明显 好 肾细胞癌典型的身上头特征是什么 依然 我们选择A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下列 肾细胞癌的身上头的表现 不正确的是 A 圆形或者腿类圆形 B 有包膜回升 C 两厘米以下的肿瘤 多为高回升 D 两厘米到四厘米中等大小的肿瘤 长为中等回升 E 彩色血流 表现为以爆球感多见 我们选择C 因为肾癌啊 通常他的这个表现都是低回升啊 低回升为主 内部回升可以有不均匀 好 我们下面来看肾瘤癌 学习肾瘤癌这种疾病啊 首先看一下他的病理 他以移型细胞癌多见 他的病类型移型细胞癌多见 肾瘤癌是发生在肾瘤 或者肾斩上皮的一种肿瘤 约在肾肿瘤的10%左右 多数为移型细胞癌 15%左右呢 是为恶性程度较高的 磷癌和腺癌 他们相应的恶性程度要高一些啊 多中心发生的特点 他具有多中心发生的特点啊 肾瘤肿瘤可以发生在肾瘤的任何部位 有多中心发生的这一特点 这个很重要啊 这几个字 可同时或者先后发生输尿管肿瘤 或者膀胱肿瘤 这个特点呢 在乳头状瘤 或者乳头状癌患者中 是非常多见的 平坦的浸润性乳头状癌 这个这样的患者中啊 它是相对少见的 我们看一下肾瘤癌的生象图 肾瘤内可以探计到实性的低回生种物 肾瘤区扩大 或成分叶状 边界清楚 部分肾瘤有积液扩张 也就是说有积水的这种表现 我们看示意图啊 我们可以探计到这个肾瘤内 肾瘤内 实性的这种低回生的冰造 不规则啊 形态是不规则的 边界上青嘛 这个边界还可以 占位性的效应啊 同时 它的肾瘤区是有扩大的 肾瘤是有基础表现的 很明显 包括这个图二 这个低回生占有性冰造 肾瘤积水 这些表现都很明显 肾的外形通常是叫饱满的 肾瘤淋巴结可以有肿大 CDRFI显示呢 肿瘤内可以有这个血流信号 频谱呢 可以有动脉波形 而且它对RI的变化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RI的没有明显的规律 没有特意性的表现啊 示意图上显示 这个占位性冰造里 有血流信号显示 分布相对杂乱 由于肿块的挤压 肾瘤内的血管 会发生受压疑味 受压的动脉的 这个阻力指数呢 会明显的大于临近 未受压动脉的阻力指数 它都是由于物理的 这种占位效应引发的啊 我们看鉴别诊断 肾瘤癌 鉴别诊断 主要有两种疾病 肾瘤内凝血块和单纯的肾脊水 肾瘤内的凝血块 通常它的表现都是形态比较规则 边界比较光滑的这种 等回生 或者是中低回生的这种 这种表现 它不像肾瘤癌啊 肾瘤癌通常它的形态都是不规则的 边界也不光滑 我们看单纯的肾瘤癌水 单纯的肾瘤癌水通常肾瘤肾斩 壁 它都是光滑清晰的 完整的 因为它没有这种侵犯效应的病灶啊 所以说它不破坏这些肾本身的结构 只是积水 单纯的积水 肾瘤扩张 肾斩扩张这样 另外一个从血流的角度讲啊 凝血块内通常没有血流信号 它是没有血流信号的 而肾瘤癌内呢 是可以探济到血流信号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鉴别要点 所以说 在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啊 发现了肾积水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探测 肾瘤内的结构 肾斗内有无这种占位性的病灶 因为有的时候啊 早期的这个肾瘤癌 当它的这个大小 它的这个 占位效应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 体积很小的时候 是非常容易漏诊的 这个病啊 因为它大了 我们都知道 当它体积很大的时候 一般都不难发现 但是当早期很小的时候呢 是容易漏诊的 它的间接正向 可能就给我们很多提示作用 所以说看到这个 单纯的这种积水的表现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多检查一下 防止这个病的漏诊 好 下面我们来看超生检查 它的临床医啊 对这个疾病 超生检查 对早期肾瘤肿瘤的诊断率不高 我们前面说了 是容易漏诊的 但对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肾瘤肿瘤 可以做出正确的诊断 肾瘤造影显示的充盈缺损 常难与透光结石和血块相鉴别 就是说这个鉴别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啊 而超生则可以定性 将肾瘤肿瘤 与阴性结石和血块相区别 这就是我们超生对这个疾病 它有它的特异性的这种鉴别的优势啊 因为在造影的时候呢 是难鉴别的 但我们超生呢 对它的这个显向就有一些特异性 超生对平坦 浸润型的肿瘤 是容易漏诊的 不容易 不如甚于造影 也就是说 它对这个形态是有要求的啊 当这个平坦 浸润型的时候 我们超生对它显示是有缺陷的啊 这个时候不如肾瘤造影 好 我们就提补充支持点 肾瘤癌 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A 腰部顿痛 B 无痛性全程肉眼血尿 C 尿急尿频 D 发热 E 无明显症状 我们选择 B 无痛性全程肉眼血尿 我们前面说了 肾瘤癌 它的临床特点 跟这个肾癌 有这个相似点啊 最主要的典型表现 都是这种无痛性 肉眼血尿 可作为肾瘤肿瘤 与肾瘤内血块 见别要点的是 A 病造的形态 B 病造的大小 C 病造内有血流血泡 D 病造内部回生情况 E 是否合并积水 我们前面说了 他们的一个 鉴别要点 就是 有无血流信号 这是它很主要的一个 鉴别要点啊 肾瘤内的血块呢 是探计不到血流信号的 而肾瘤肿瘤呢 是可以有这种 血流信号表现的 同时可以测到 动脉一样的血流信号 和频谱 我们从这个 病造的形态 在大小上是很难区分的啊 很多时候 虽然我们说 通常肾瘤内的血块 它的形态都是相较于 肾瘤癌的时候 是相对规整 边界清楚光滑的 但是呢 这个并不绝对啊 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的 诊断要点之一 而这个血流信号呢 是他们应该说 相对比较特性的一个 这鉴别诊断的要点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 肾母细胞瘤 这个疾病 肾母细胞瘤呢 又称肾胚痘瘤 肾胎胎瘤 肾胎瘤啊 或者 Vilmus瘤 它主要是发生在 两到四岁的小儿 它这个发生人群啊 这个年纪是很有特异性表现的 它不像肾癌的 通常发生在这个中老年的多啊 老年患者比较多 它呢 这个肾母细胞瘤 是发生在儿童的 大家记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肿瘤呢 多在 多是大 它的大小 通常都是鸡蛋大小 它也可以长得非常的大 像这个小儿子头颅大小一样 这么大 成这个圆球状或者椭圆球状 表面是光滑的 有甲胞膜 肿瘤从胚胎性肾组织发生 是上皮和尖脂组合组成的恶性混合流 左右侧发生数是相近的啊 3%到10%通常为双侧性 或者同时或 即相继发生 我们重点学习啊 生相图 肿瘤部位形态饱满膨大 残存正常肾组织被挤压在一侧 不易被发现 因肾余受压 使数个肾斩积水 肿瘤时日呈不均匀的低微声 边界呛轻 淋巴转移时 在肾门附近的淋巴结 可有肿大的表现 肿瘤可侵及辅助动脉 和下腔静脉 肾静脉 或者是下腔静脉的 都可以探极到这个酸块 也就是癌酸 或者血酸啊 都可以探极到 好 我们做题 补充一下知识点 肾母细胞瘤 又称 我们前面说了 Vilms瘤 很简单 儿童最常见的肾脉瘤是什么 A 肾胚胎瘤 B 肾腺瘤 C 肾腺癌 D 肾血管瘤 E 肾鱼乳头状瘤 我们选择A 也就是Vilms瘤啊 这都是它的名称 患儿 女性 4岁 右侧腹部包块就诊 超伤特征是 右侧肾脏明显增大 失去正常形态 内垫10厘米左右 非常大啊 边界轻 低回升 不均匀的实性肿框 肿框内部有不规则的片状无回升区 还有强光团 它的血韵是极其丰富的 残存少量的肾组织被挤压到一侧 本病可以诊断为什么 A 错构瘤 B 结石 C 浓肿 D 血肿 E 肾母细胞瘤 我们不难判断啊 就是我们这一节讲过的肾母细胞瘤 我们首先看啊 它这个我们拆解一下这道题 患儿 儿童 首先 儿童 女性 四岁 是个小儿的这个发病啊 然后超生上探级到这么较大的这种实性肿块 血韵丰富 所以说 从这个肿瘤大小 它的这种身上的特质 身上的特点 我们可以判断 还有它这个发病年龄 我们判断就是这个威尔姆斯瘤 威尔姆斯瘤啊 通常都是体积非常大 生长迅速 里面呢 因为它体积很大 生长很快啊 所以说它血供常供应不到 供应的 呃 就是发血供 所以说它内部会出现这种缺血坏死的表现 就有这种液化区 然后呢 还有这种呃 强光团 所以说 这都是它的特征 综合来看 不难判断 好 下面我们学习下一种疾病 肾血管 平滑肌 脂肪瘤 我们知道啊 它也叫错构瘤 我们看它的病理一下 它是起源于肾食指的良性肿瘤 由成熟的血管 平滑肌 脂肪 交织构成 也就是说交错的构成 成分通常都是血管 平滑肌 脂肪 所以说它的这个名称啊 就对应了它的病理成分啊 肾血管 平滑肌 脂肪瘤 与正常的肾食指 通常都有明确的分界 它是一种最常见 大家看到出现最字了 记一下啊 发病率最高 也就是说 我们最常见的肾脏的良性错构瘤 较大的肾血管 平滑肌 脂肪瘤 它是容易发生内部的出血坏死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临床表现 它通常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如果肿瘤这个出血的时候呢 肿瘤体可迅速长大 出现腰部的胀痛 低热等表现 我们学习一下生象图 它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边界清楚的圆球状强回生 和肾脏血管瘤是相似的 另一种是呈这种洋葱片样 生象图上呢 是由均匀的条片状高回生 和低回生平行排列组成 洋葱片样啊 大家记一下这种比较特征性的这种特点的名字啊 洋葱片样 好 肾食指内异常的中强回生 位于或接近肾表面 小的冰灶呢 通常它都是边界比较轻的 回生欠均 后方无声衰减 大的冰灶呢 通常它的内部回生是非常不均匀的 高回生或者低回生 呈层状分布 呈我们前面说的洋葱皮样改变 血流呢通常周边和内部不能探极或者紧见星点状的血流型号 也就是说它的血供不是那么丰富啊 星点状零星的这种表现 我们看示意图 这左边这幅图呢 就是这个肾的下极 我们看到食指内探极到一个类圆形稍高回生团块 临近肾的背包膜啊 肾被膜 临近肾被膜 接近了肾表面 它的外图效应不太明显啊 这幅图上 边界很轻 内部回生是均匀的 冰灶相对较小啊 这幅图 我们看CDFI CDFI显示冰灶的周边 有这种星点状的血流型号 血供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这是我们的一个相对较大的一个错过流的表现啊 我们可以探极到肾脏内 探极到这么一个较大的这么一个团块状的类圆形的 占位性病灶 稍高回生 这是右肾内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占位效应 它周边的这个 它周边的这个下足 肾展是有积水的表现啊 这是它的间接正向 它的内部回生 还是相对均匀的 我们看CDFI 显示这个冰灶周边 有这种血流信号分布 这个 这幅图呢 是肾脏的多发错构流 我们可以探极到肾脏内 探极到数个这种占位性病灶啊 都是稍高回生 边界较轻的 这种团块状表现 好 我们来做题 补充一下知识点 这道题 肾血管 平滑肌 脂肪流 呈什么回生 A 强回生 B 高回生 C 等回生 D 低回生 E 无回生 我们选择B 高回生 这就是到记忆体啊 我们知道病理组织中 结石 钙化回生 是强回生 最强的 显微化 血管流 和平滑肌 脂肪流 是侧脂 典型的淋巴流呢 它的回生是最低的 甚至接近了无回生 血液是无回生 这个我们就此回忆了一下 一些典型的这种 病灶的生象图表现啊 这种回生高低 回生强弱 肾血管 平滑肌脂肪流 最常见的超生表现为 A 肾食指内 可见低回生区 边界轻 B 肾斗区 见强回生光团 有声影 C 肾食指内 见低回生区 边界不清 D 肾食指内 见类原型高回生 边界轻 我们选择 D 类原型的高回生 啊 这个生象图特征 还是挺有 挺有意义的 对诊断这个病 病例题 患者 女性 26岁 无明显的自觉症状 就是说临床表现没有明显的特征 体检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超生发现 这个左肾的上级 食指内探积到直径 1.5厘米 边界轻 高回生 时性肿块 内部 及周边 血流信号不明显 其余的肾的结构 胃剑明显异常 本病可以诊断为 我们看看选项 海绵肾 肾脱口瘤 肾脑肿 肾结核 肾脑肿 我们选择B 很明显的 这种生象图表现 我们来拆解一下 肾脑肿 我们从后往前 肾脑肿脑肿脑 它通常表现为肾内的 这种囊性的病灶 但是这个囊内透声 通常都是不纯净的 可以类似于实性的表现 肾脑肿 通常就是一个单纯的囊性结构 边界轻 囊臂光滑 肾脑内透声好 后方回声增强 这是囊肿的一个表现 肾脑肿脑 肾脑它的这个图像 可是非常的多样性的 非常的多变 早期局部肿脏的时候 这个病灶就是成食指性 它表现为局部的这种均匀性 或者非均匀性的回声减弱 中晚期肾结核 可以发生肾字节的表现 肾脏体积明显缩小 肾脏的功能受损严重 肾内的结构显示不轻 食指变薄 回声增强 发生肾字节的这种表现 所以说肾结核的回声是非常多样的 但是它对肾的损害是非常明显和大 巨大的啊 随着海绵肾 随着海绵肾呢 它又称肾水脂囊肿 它是以集合管广泛的囊性扩张为特征的 它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内部有小结石的形成 它的超声表现也非常的典型啊 它就是与肾锥体分布一致的高回声团 呈放射状排列 非常的典型 我们这道题里呢 就肾错垢瘤 非常的符合我们题杆中的描述啊 所以说这道题我们要选择B 肾错垢瘤 好 我们这一小节内容我们就讲完了啊 这一节我们主要讲解了这么几种疾病 肾癌 肾瘀癌 还有这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还有Vilms瘤 我们要重点掌握一下这个肾细胞癌 肾瘀癌 还有这个肾血管脂肪肌 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它们的生象图特点 这是我们要重点掌握的 因为基本 如果考到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呢 这部分的题是不会被遗漏的啊 基本考试都会涉猎到 好 非常感谢各位学员的聆听 我们这一节内容就讲解到这了